敦华门 敦华门是昌德宫的大门 也叫做南门 因为呢 这昌德宫有自然地形而建造了这建筑物 所以它是西南侧 然后它是两层 在第二层设有大鼓和大肿 每天凌晨四点 这个大肿高翔三十三下的话 知道是凌晨 然后在晚上 大肿高翔二十八下的话 可以知道是晚上 这是凌晨 过来我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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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宫殿的外朝是大臣相遇工作的地方 中国古代依据中国古代最理想而详细的叙述 政治体制昭离中 在宫殿的外朝上种下三克槐树 在下就是最高大臣三宫的座位 表示特殊的贵宾位 如此我国也在宫殿的外朝种了槐树 后来这槐树逐渐成为高级的官员 如果在庭园种植槐树的话 必定会挖掘学者人才 所以这树也叫做学者树 从前 有一位工程师 他原本要见十二个神像 但完成后看了 不够一个只有十一个神像 这时他恍然大悟地说 无可奈何 他用韩语就是 原本要想乱说 我手出二手 和其心一 小学相村 大刑 小学生 大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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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乐善斋 乐善斋像是四代部的公馆一样 是县宗为了后宫秦宾建筑的建筑物 这乐善斋也是高宗的办公室 然后县宗以前简朴了现金文物 所以感兴趣这乐善斋 然后这乐善斋也就是礼房子 迎新王和德惠屋主也在这里度过余生了 那么到这里听过我的解说 听我的解说 谢谢大家